你终于注意到二哥眼神 怎么了 我感觉吧 他对罗胜充满了愧疚 罗胜也是运气不好 你看我们好不容易把二哥找到了 二哥也愿意出来作证 现在可好 二哥变了 这下子就是想出来作证 他说话也困难了 这可怎么办 二哥他最终能恢复到一个什么路呢 医生跟我说了 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可是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状况 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你说他出院了谁照顾他 这你一说还真是个问题呢 我本来是可以照顾他 我现在年纪大了 说句实在话也力不从心 对 罗宇那儿呢 我根本就没指望 罗胜呢 一直就没跟二哥在一起生活 也没什么感情 再加上在遗产的问题上 我觉得二哥对不起罗胜 再加上啊 罗胜开了个服装厂 自己也忙得个要死 就是想帮助二哥 也没时间和没精力 想这么多干嘛呀 车到山前自有路啊 到了 睁开眼睛看 这么大呀 百十平米呢 天呐 我该是做梦一样 以前在阳县的时候 我就想有一间这么大的采访店 什么梦啊 这比梦还甜哪 表面说得对 你不穷 你有这么多好朋友好兄弟 你是一个富有的人 我还有个好老婆呢 刘昂 齐横 齐恒这么多年 罗子都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从今来开始 咱这好日子就算来了 这得放多少放任机啊 以后啊 就别叫罗上来了 你还跳 life 二哥 罗胜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知道 好啊 坏啊 我还能分清楚 罗胜是个重情义的人 要不然他不会把大哥的债背下来 是我没脸哪 所以你不愿意见他 常皇 我难了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想去作证 罗云以死相避 我拿了他二十万 罗胜要是赢了 我拿不住钱 现在 何家又跑了 二哥啊 你别急啊 我是说急 房子没了 我连个住的地位都没有 就是有房子 你也不能一个人住了 你现在这个身体 得有人照顾 报应 这都是老天 给我的报应 别这么说 没有何君啊 还有我 还有罗胜呢 想要扣的 想要扣的 扣不住 不想扣的 你说这罗云 好几天 好几天没了 我是个脱离 是个没用的 二哥啊 你的医药费 都是罗云给你付的 那是他怕我去做这 我跟陈凯商量了 你病好了 出院了 就住到我那儿去 咱们一起过 咱们一起过 我也不能连累你了 我都想 做文章也好 我就 我就不活 二哥 你别这么想 有我们呢 收酒放任机喽 收酒放任机 收酒放任机喽 收酒放任机 你换个调 别老跟我一个调 听着没有吸引力 不是 我得学你啊 谁有放任机 谁有放任机 收酒放任机 大哥 看来咱那老板当得不容易啊 有什么不容易的 你看 放任机是脚踩出来的 这路也是人的脚踩出来的 这老板 咱得一天一天的 慢慢学着干 大哥你还一套一套的 那是 收酒放任机喽 小伙子 阿姨 阿姨 您家有放任机啊 我有一台老风日机 双人牌的呢 老牌子 那得有年头了吧 那可不 五十年了 不过呀 那机器和那零件都挺好使的 阿姨 您看这么整 我给您八十块钱行吗 八十 太少了吧 那还不如我放到家里头 留个念想呢 不是阿姨 您就卖给我们吧 您说你放这么大一东西 放家里太碍事啊 便宜点卖给我们吧 那可是我娘家陪送给我的呀 这样吧 我再给您加二十凑个整 一百您看行不 你再添地儿吧 阿姨 我跟我大哥呀 他收这东西不是倒卖的 是拉回家自己用的 您也别在家了 一百块钱卖给我们吧 那好 那你们就在这儿等着 我让我儿子啊 给你们搬下来 等着 小唐跟你一块去 行行 我给你一块去 我帮忙擦下来啊 快点阿姨 行 行 这初战告解 那大白天的你发什么神经啊 怎么回事啊 倒是说话呀 股票全赔了 五十多万全赔进去了 两只股都晾谱了 你说说你 我说把钱存银行吧 你非得怕我花 这回倒好了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吧 废话 还不是你哥出的损招 他这有内幕消息 行行行 别赖我哥 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呀 你自己没长脑子 长脑子 长脑子也算不过你们腾家人 我不信腾得怎么算计你了 懒得跟你说 凭什么懒得跟我说呀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我天天帮你守着钱匣头 还守出毛病来了 行行行 算我没说 行了吧 怎么算你没说呀 这话必须说清楚了 别弄到好像我跟我哥 李英外合坚守自道似的 你可不是坚守自道呢 你把我都算计进去了 我问你 那车 那算计哪来的 我靠自己本事正的 屁本事 还得我给你擦屁股 有本你别擦啊 有本你自己还 走 妈 你看 这立贵这么一擦 还真漂亮的啊 从今天开始 这个是咱们的家了 收获染机来了 爸回来了 收获染机 李华 这不不一样啊 这家有了女人 就像个家那样喽 我可爱呀 我刚刚收拾好的 快起来 走 我爸 罗子 你收了三台才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 一百七十块钱 真的 那是 这叫什么来着 这叫不怕没有钱 就怕会算计 儿子 咱家有你妈这个大快计呢 咱家穷不了 是不是 爸 我妈可爱说了 咱家有你这么大方的人 咱们家也付不了 去 我说了吗 我说了吗 李华 我那待会儿 我得出去一趟 干吗去啊 二叔病了住院了 我得去陪她 你去干什么呀 二叔没人没女的 我去陪陪她 你坐下 李华 你 你什么呀 你动过先生啊 他毕竟是我二叔啊 他不是 你能不能别说气话 我不说气话 罗子啊 你不干活手痒痒 不受累心难受是不是 二叔不是一时糊涂吗 他糊涂我可不糊涂 哪有这样当输的 帮着一个辙欺骗一个辙 黑的说成白的 反的说成正的 你把他当输 他哪里当辙了吗 行了 你就别说气话 我不是说气话 罗子啊 我知道你从小去 学爹想爹叛爹 你在外面捡了一个爹 我不是也认了吗 可是他这个二叔 我坚决不认 妈 你就别跟我爸吵了 我们可是第一天来景城啊 这个开局可是太不好了 早知道这样呢 我们一家人还不如窝在洋县那小窝里 就算吃咸菜也比现在强 对吗 妈 妈 妈 看我这儿是不是开线了 妈 你看 给我缝缝 哪里 就这儿妈 哪儿啊 这儿吃 你快快把我追回来 干嘛去 你把我追回来 快快快 我去我去 你去不去 妈 你看是不是我们罗家的人了 我不是 原来不是啊 那以后你就别管我们罗家事了啊 谁说我不是啊 我是罗家的媳妇 那也不是好媳妇 我怎么不好了 这么不孝顺长辈那是好媳妇吗 我说你这小子啊 这刚刚考上大学 通知单还没拿到手 你就翅膀硬了 你就教育我啊 知错了吧 我 气死我了 同志 您是拾起床患者的侄子吧 我是 实际上患者说了 不让您进病房 我就进去看一眼行吗 请您尊重患者的意见 而且他的病情呢不能激动 请你配合我们的治疗 我就看一眼 谢谢您了 那您看吧 别进去就行了 谢谢啊 好 表哥 母妹 没事吧 好多了 表哥 你别怪二舅 他思逆负担也挺重的 不会陪她的 今天晚上你一个人在这儿陪她 放心吧 我一个人能行 表哥 二秋不让你照顾她 是不是比较上自尊了 不会 她今天一白天嘴里一直唠叨着一句话 她说自己青红不分 善恶不变 表哥 其实我挺崇拜你的 崇拜我什么呀 有你表嫂的话说 表哥就是杨仙的一头沙骡子 表嫂和罗旺都来了吧 来了 今天上过来的 听说罗旺高考杂线了 是啊 好是啊 回去告诉她 我这个表姑啊 邀请她吃饭 我妈还说呢 说明天一起去看她吗 不用了 明天也让你表嫂去看你妈 那你快回去吧 表嫂刚来 好好陪伴人家 我在这儿待一会儿 你赶紧进去 有事出来叫我 有事叫医生了 叫你有什么用啊 你是会打针哪 还是会输液呀 行了 回去吧 没事 起来吧 走吧 在这儿待会儿走吧 走吧 走吧 那这样 有事给家里打电话 放心吧 兄弟 兄弟 太好了 这么快就出来了 是啊 坦白主动 表现积极 兄弟啊 你这次替大哥顶罪 大哥绝对不会亏待你 来这个修理厂做大了 我算你一股 谢谢罗总再配 还叫罗总 以后叫大哥 是 大哥 爹 你是不是认错了认了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我认错人了 干 大哥 拜拜 这回啊 这小老板把你一个罗盛 真可恨透了 都是罗盛这王八蛋 给我釜底抽筋 是 大哥 这小子这招够我碎 把他全玩进去了 你等着呀 我绝是饶不了他 大哥 这小子最近忙什么呢 不知道 好 兄弟啊 你帮我干嘛 大哥 吃瓜叔 最近啊 你就别上班了 你帮我打听打听 罗盛最近干嘛呢 还有啊 就是 跟我二叔那个 那女的 叫 何娟的 她人在哪儿 大哥你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 喝得怎么样 喝挺好 这酒劲挺大的 我陪你去争争 放松放松 好啊 我这好几个月都没成了 骨头有点痒痒 走走 拿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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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 唐勇 我该叫你唐老板了吧 舅 你就别打我开涮了 有事吗 有事 给您送请柬 来 兄弟服装店 名字起得不错嘛 是罗盛起的 罗盛这小子 是个能干成事的人 换了你啊 那房子我是不会让你用的 舅 你还说我胳膊肘往外拐 其实我挺有眼光的 是吧 准备的怎么样 准备的差不多了 场地设备都有 就是 差了一点进原材料的钱 也没有太大的业绩 我看你啊 不是来送请柬的 不是 我真是来给你送请柬的 行了 别给我耍小霸气了 舅舅经商那么多年 还看不出这个 说吧 让我怎么帮你啊 借点进原材料的钱 三百套 三个月后 我的望月大酒店就要开张了 里边的装修都是中式的 所以服务员的服装一定得中式的 舅 我替我大哥给你做衣了啊 我可不是照顾你们生意 这家酒店可是准务心机了 服装一定得够品质 面料我找人进 你们就负责加工 喳 不错 大姐 你这缝人活干了多少年了 我干了二十多年了 以前啊 我就是试童装厂的退休职工 这样啊 行了 明天你就过来上班吧 那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啊 一个月的工资是四百块 太少了吧 不少了大姐 这四百块是保底的呢 除了这四百块以外 我们是按计价提成的 怎么样啊 那好吧 我明天就过来 行明天过来吧 好 你好 你干吗 又收了一趟啊 怎么样 八成心的 挺好挺好的 现在啊 咱们是真正的服装店 而不是裁缝铺了 你那招聘情况怎么样 还不错 有几个工人的活 比我干得还好的 比你干得还好 那就行了 爸 爸 我考上了 考上了 我看 我花洗一个大学 臭小子 爸真想送你一圈 太好了 这罗家的坟头上 总算是冒清烟了 明天 明天爸带你上爷子坟上 给爷报个喜 好 真棒了 真棒了 什么事呢 一家餐馆这么高兴 小唐兄弟 你快 你快 我考上了 考上大学了 你也行啊你 你也行啊 现在是唐老板了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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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大哥 我也有个好消息 是吗 三百套 三百套 而且是来链加工 我们只收加工费 什么三百套 饼蛋 真的 小唐兄弟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那这么一来 咱们的资金和业务问题 全解决了 你哪逃能来这三百套饼蛋 大哥 我这个唐经理是白当的呀 白当的 白当的 白当的呀 真是双喜临门哪 今天真是大好的日子 今天来吧 太好了 哈哈 你要干什么 阿婶 咱见过面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到了地你就认识啦 您别怕别怕 就是有人想找你聊聊天 沈阳 叔叔 你看 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你紧张什么呀 你找我有事啊 当然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沈儿啊 你前一阵怎么 就神秘失踪了呢 我 我没有 没有 说真话 说真话 我是 我是想离开你二叔 你看他瘫痪了 嫌弃他了 是吧 我们毕竟没结婚 我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吧 我没想劝你 你看我岁数也不小了 身体又不是特别好 我实在没法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 我算见着什么叫事态炎良呢 我是对你叔印象不错 可我们毕竟是半路夫妻 没有这么深的感情 那我问你 你买那套新房 你准备怎么办 卖了吧 那里边有五二十万 剩下的还给你说 五二叔可是把所有的家底都给你了 不 你可不能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五二叔怎么病脑子呀 就是因为你抛弃他 他受刺激 脑溢血瘫痪了 这责任你推卸不了他 还有 你神秘失踪 私自换组啊 这是诈骗啊这是 不是 我没想这么做 我只是 这您跟法院说去吧 人不管你怎么想 那你想要干什么 我还是想撮合作合你们二老 你回到我二叔身边 跟他结婚 这些事我全都不追究 我再给你十万块钱 不 不行 这个我不能答应 不行 那行 你先给我六十万 然后我上法院起诉你 你也是长辈 不愿意这么干 他在最后还是以和为归 只要你还回到我二叔身边 您就还是我的好婶子 别担心啊 叔 叔 你看 我把婶给你带来了 何娟 来来来 来来 我婶说了 要跟你结婚 要照顾你一辈子 对吧婶 你干 问你话呢 你放心 啊 以后你们的生活 我全都包了 常有 你好些了吗 你走吧 叔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婶就是有急事前两天出去了几天 人家没有别的意思啊 这我跟何姐儿的事 不用你管 叔 你看看你都成这样了 就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咱都也不是外人 您说以后谁伺候你 我姑这身体这么不好 我那喜剧中心一大堆事呢 我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 罗宇 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 你也帮着我劝劝叔 说完了再劝也来得及 出来 那行 你们先好好聊聊啊 你要说什么呀 你在哪儿找到的何姐儿 怎么了 是你逼她来的吧 您这叫什么话呀 我耳不聋眼不瞎 我看得出来 我就奇怪了 我做什么你都要插一杠子 怎么了 因为你做事不光明磊落 我势力小人 卑鄙无耻 罗盛证人君子 有情有义 还有点别的没有 你知道你二叔不接受何决 你还把他叫来 你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我这不都是为你啊 怎么是为我呢 你看啊 我二叔对吴灵臣天 他出院以后肯定不能上我那儿去 对吧 罗盛恨他恨得牙痒呀 你也不会接受他 那我问你他出院去哪儿 只能上你那儿了 你说你身体又不好 再加上怎么瘫痪那儿说 不把你给拖垮了呀 我这全都为你想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那您说吧 我怎么做您才高兴 在何军这个问题上 你得听你二叔的 让你二叔自己决定 行啊 这事就听他们的 怎么样 行吗 挺精神的 爸快过来看 小堂叔这件也特别精神 小堂叔 大哥帅吧 像个副总经理的样子 太帅了 后天开业咱俩就穿这身衣服 行嘞 你看 大哥有没有点模特的意思 太帅了大哥 你看 小堂叔啊 我觉得吧 你这个衣服还少了一道色彩 什么色彩 如果你能再能给我们 带来一个婶 那颜色就五彩缤纷了 你想想什么呢 行行行行行 兄弟兄弟 后天开业鞭炮给我备足了 我要崩塌个红红火火 把天都给它崩红了 放心吧大哥 我备得足足的 还没有开业就拿到了这么一个大订单 行啊小堂 丽华晚上做几个好菜 犒劳犒劳弟兄们 是 罗总经理 嫂子 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呀 好吃的多着呢 有辣鸡 辣鱼 辣肉 都是我从阳县带来的 我妈做的回锅肉那才叫好吃呢 我要吃两碗 三碗都行 回来吧 回来吧 何俊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 没事 过两天再来 哥 你对何俊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好像有点后悔了 我是不想连累他 可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真的需要一个人照顾你啊 就我现在这病啊 恐怕也尝不了 你看你 刚好一点 又胡说八道了 何俊 你怎么没走啊 我 我是不敢走啊 你是怕鲁鱼 他 他已经把话说得很严重了 那何俊 我想问你 你对我二哥 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我们都是过来人 我就实话实说 我现在这个年龄呢 找个老伴 只是想找个依靠 能互相说说话 互相搀扶一下 可像你哥 现在这个情况 要是他能恢复呢 我是搞医的我清楚 现在这个年龄 得了这种病 恢复起来是很难的 不继续往前发展 就已经不错了 何俊儿 罗宇是怎么逼你的 我和你二哥 各自出钱买了一套房子 罗宇说 常友呢 是他出了四十万 他说我要是想离开他 就得把那四十万还给他 可是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呀 您也真是的 你就听他怎么说 那你回去 你不怕 有我呢 这件事我给你担着 我觉得他对你也不是特别尊重 这没什么 不管怎么说我是他姑 他不能拿我怎么样 老公 你太牛了 你这简直是至于有个双全哪 别别别 对付他们这还不就是一小刹吗 不用那么大惊小怪 我前两天还一直担心呢 我就在想 我就是这二叔万一被姑接走了 这姑不得天天怂恿二叔啊 你得出庭给罗胜作证 这万一要让罗胜接走了更麻烦了 这回好了 这何娟啊 是最佳人选 你也别高兴太早了 现在我倒不担心何娟 他已经攥手里了 我担心的还是二叔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 他都病成那样了 还想怎么着啊 有个人伺候就算不错了 不可千万别赖上咱们 我可伺候不了人 没人敢指望你 这要交给你啊 用不了三天 你就给人灌耗子药 老公啊 你老婆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啊 那你是哪样的人 反正是 好人堆里找不着的人 好人堆里能找着你 谁啊 我看看 来了来了 拜拜 嫂子 王海啊 罗宇 王海来了 大哥 坐坐坐坐 快坐 你怎么来了 大哥 这罗胜可要发财了 怎么说啊 他跟古老板的外甥合开了一个厂 叫什么 对 兄弟服装厂 后天就开议了 他中彩票了 哪来钱啊 你不会看错了吧 绝对没看错 不就他那个德行 还能当老板啊 是啊 你别说 他那叫什么名儿 兄弟服装厂是吧 对的 对了 他老婆之前不就是个裁缝做衣服的吗 他的店在哪儿了 就在江滨路上 咱开业的时候 他来砸过厂子 现在他开业了 这礼尚往来咱得去表示表示啊 没错 这事挺大哥的 后天 行 爸 我跟您孙子还有丽华 我们都搬到锦城来了 活着的时候没在一起 现在我们可以天天守着您了 您孙子罗旺可争气了 考上大学了 我跟丽华 办了个服装加工店 明天就开张 放心吧 我们一定好好干 争取早一天把债还上 希望您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们 保佑我们开张大集 保佑您的孙子 学业有成 老王 给爷爷磕头 爷爷 我来看您了 我们先走了 过两天再来看您 好 来来来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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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你看前一阵子忙着场子的事 也没来看您 只要服装店开业 你十年不来看我 我都高兴 老板 还有我 顾老板 我的小贷开张还倾动您了 二位 罗老板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债务承担人 哦 罗老板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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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让顾老板点头佩服的人 在锦城可在风毛领角啊 我对罗老板的评价九个字 真男人 真情感 真实在啊 顾老板 顾老板 您过响了 二位 罗老板可是我的兄弟 以后生意上需要帮忙的 大家多扶植一下 是 好不好 当然 当然 谢谢 谢谢 谢谢了 谢谢了 各位老板 那现在就给我们剪彩吧 好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剪彩 来 剪彩 老板 给我剪彩了 来来来来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给我们兄弟服装剪彩 现在我宣布 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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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里边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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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里边抢 来 里边抢 我老板 来 老板 你敢起估我啊 有点不够意思啊 你要是真心来祝贺 我欢迎 我当然是来祝贺的 我给你个惊喜 罗宇 你到底来是干什么的 你这话说的 我们是兄弟 我能不来吗 你带了这么多人 还拿着棍子 是来祝贺的吗 我喜忠心开业的时候 我哥却给我热闹了一下 今天这么大场面 我也得帮助我哥热闹热闹 王二 上礼 把这个给我挑了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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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宇 来来 洛宇 来 你要干什么 洛宇 你怎么能这样 混蛋 让你在这儿停下来 来啊 大爷 你把我脑枪打出来 我给你盗贺链 这是我今天打 我死你 不是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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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开 你听起来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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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그래요 他也都给你砸了 你干什么 是 快快 你 afraid кв 蚂兰 你全都给我砸了他 他 爹 这不是曹总的父亲吗 罗老板怎么喊爹啊 你说那个穿银大王 曹总的父亲 是啊 曹总找了他半年多都没找到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把他给你了 是 我们去吧 我可帮你了 我好帮你了 我再删了 那你 啊